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不是我的頻道 我是Huan 最近有一句俗話說得很好喔 江湖再走 趕快搖遊 凡是蘋果 不留活口 之所以提到蘋果 正是因為它近期所推出的M1處理器 不但這個裹粉圈 甚至連PC硬體圈 也掀起一陣風波 就連我這個沒在使用Mac電腦的玩家 這樣應該已經可以配到很多款種了 我是喔 喔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哲 今天要介紹的產品 相信各位都期待許久了 是的 那就是帶在蘋果M1處理器的電腦 先給不知道何謂M1的觀眾稍微科普一下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蘋果開了一場發表會 介紹的不是iPhone 而是比iPhone更不得了的東西 Apple M1 它是蘋果自行研發出來的晶片 其中包含了CPU GPU 神經網路引擎等等 嗯 那這也不是蘋果第一次自己做出處理器了 早在2010年 蘋果就在iPhone4與DDRiPad上面 搭載了自己的Apple A4處理器 在這之後 蘋果的行動裝置也都持續用著自家的處理器 但還記得我剛剛說的嗎 現在在我這裡的是搭載蘋果M1處理器的電腦 沒錯 蘋果開始在做電腦專用的處理器了 它不需要像現前十來年那樣的依賴Intel 而是自力自強 在電腦處理器上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那蘋果電腦處理器跟Intel AMD比起來又有哪些不同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架構了 各位有沒有聽過ARM跟X86這兩個名詞? 它們是主流處理器的兩大架構 簡單來講 ARM 架構的處理器擁有低功耗、低發熱的優點 但效能通常比X86架構還差 相反的 X86架構在性能上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但功耗跟溫度就相對高了 所以我們現在手機上的蘋果高通處理器 它們都是ARM的架構 而我們的Intel AMD電腦處理器則採用X86架構 效能更強而且有風扇熱氣的燃散熱碼 好,那有趣的地方就來了 蘋果的M1是ARM架構的 但這說不上多稀奇 早在好幾年前就有採用ARM處理器的電腦了 只是...效能差是一回事 因為不同架構又會牽扯到指令級等等的因素 造成那個時候 絕大多數為X86架構設計的軟體是無法運行的 可用性比起X86電腦低上太多 自然就沒什麼要買了 所以老實講 幾個月前聽到蘋果做出電腦用的ARM晶片 我是沒爆太多期望的 甚至連熱天的發表會我都懶得去看 其實那時候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啦 就是期望不高 因為我們對ARM電腦的印象就真的只有慘而已 而這一切的一切就在產品實際出來之後 開始有了戲劇性的轉變 大家開始發現這次真的不一樣了 得益於先進的5奈米製程 還有蘋果在晶片上面的重新設計 使得它的效能表現是真的有那麼一回事 那麼程式相容性部分呢? 蘋果當時推出了ROSETA 2這個編譯器 並表示可以將X-6架構設計的軟體 編譯轉換成ARM也能用的型態 結果大家實際測試 這個編譯器比想像中還要厲害啊 不僅大多數軟體都能正常運行 編譯後的效能減算也只有一點點而已 而且這樣的編譯流程一個程式只需要一次 往後你開這個程式就已經是ARM的型態了 不需要再耗費資源去編譯 就這樣網路上越來越多M1碾壓Intel的消息 各種嚇人的跑分圖 各種編譯器超強的說法 而且畢竟是ARM處理器 所以它還能直接運行IOS的APP 這些還以更低的售價包裝了起來 花更少的錢買到更好的效能 而且還是蘋果的電腦 嗯,大家開始為M1瘋狂 認為接下來正式要進入蘋果電腦晶片的大時代了 嘛,不過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 M1究竟是真的無敵 還是個只是被大家神話的產物 為了親自探討這個 就有了這次企劃的存在 蘋果這次發表了大載M1的三個產品 分別MacBook Air、MacBook Pro以及Mac mini 而今天我選擇了Mac mini 而且會將它暫時取代掉我現在的桌子 每天使用 並說出我這一兩個禮拜下來的想法 那麼你說這部影片的開頭又是怎麼一回事? 嗯,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次特別邀請了環 來跟我一起開箱這台M1 Mac mini啦 嗨,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環 主持人好 很榮幸來到阿哲的這個節目 我一直在講 我寧願回絕掉 我所有跟我告白的女生 我也要來阿哲的節目 一輩子都要上一次 真的太感謝了 你這樣講我會有點害羞捏 傳說中的阿哲拍攝房就在這邊了 那麼就先從開封開始吧 還是你對這個箱子有什麼意見的? 這箱子我覺得就是很典型的蘋果箱子 那你本來就知道它是這樣子的大小嗎? 我覺得蘋果的包裝都是給我那種 就是相對很簡潔 就是你大概產品裡面的大小怎樣 它就是給你剛剛好的大小 那我覺得等一下開箱預期應該是會蠻香的啦 雖然它應該不會再多缺一些配件系 缺一些配件的阿 我覺得它缺材叫做蘋果 好那開箱部分就你來好了 我嗎? 真的假的 沒有錯 去賣刷去賣刷 我從這邊有縫的地方開始好了 我現在手抖是因為我緊張喔 不是我什麼零件的那個 你確定是這樣嗎? 真的真的真的 好啊 接下來就給你我第一刀 我嚇了我嚇了 怕了怕了怕了 之後承受不起來 那你之前有用過蘋果的東西嗎? 我MAP是有拿過MAP 就是Mac Air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用過 但是只有大概操作一下玩玩看而已 主要對蘋果的電腦這個系統還是比較陌生 不過上手Mac OS的話應該還是蠻快的啦 之前我做過那個謎字企劃 那個企劃就真的是 體驗過那個系統流暢度 真的是有點小小的回不去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字體真的很好看 然後排版和那個整個介面的彈性都很利能水舒服 欸它是切的剛剛好 真的剛剛好耶 我以為會大一點還是什麼的 它比原本這個的還要大耶 這強迫性能看到真的是會 好啦 傳說中的M1 Mac Mini 其實應該就跟本來的Mac Mini大小差不多了啦 要不要拿拿拿看 我沒有拿我的電競棒撐 我撐 可是那以你的經驗來講 它這樣重量大概多重? 我覺得大概在一公斤多左右 應該差不多 比想像中的輕耶 那不行啦 這對於PC硬體 玩家來說是有點邪門歪道 已經是另一個境界了 我們從來都沒有拿過這種東西 而且裡面還是傳說中M1晶片 雖然可惜的是它這一次的擴充性變得更差了 我是它後面的那個Down Pro接口變少 對 它的接口我應該在這個地方 還把它給撕掉 所以我之後真的要想 我以現在接那麼多線的情況下 我到底要怎麼去配置這台Mac Mini的線 它其實就真的是給了很基本 就是一個儀態網 然後HDMI就給你一個 然後兩個USB 咦啊這個 中間這個 這個只是它的散熱的地方而已 這一代是不是也沒辦法再擴充任何的記憶體 或是SSD那類的 對 記憶體跟SSD都不行了 本來Intel還好一些些的 現在是什麼都沒了 真的是蘋果耶 可它不能升級記憶體 其實是因為它記憶體好像就是集成在那個螢幕裡面的了 那好處就是它兩個距離變少了 所以它的速度也會比較快啦 嗯嗯嗯嗯 好啦 既然剛剛都說到接孔了 那就來詳細介紹一下好了 首先開關鍵是在這邊嘛 那這個就是它的電源輸入 然後它還附了一個儀態網路孔 這個還不錯啦 沒有嚴割掉 再來這兩個呢 就是Soundboard 3的接孔了 對 只剩下兩個了 本來Intel是有四個的 那旁邊這個HDMI是2.0的 但是也只給一個視訊輸出的孔 如果你還要做其他視訊輸出的話 那你就要從這邊去接 底下這儀態的邊就是散熱孔 剛剛有說 那旁邊這兩個就是全尺寸的USB孔 那還會附一個耳機跟麥克風結合的孔 就這樣子而已 一個桌機 就這樣子 真的是很簡潔啊 不過一整個質感而言真的是 喔 果然是蘋果 再給你感受一下這個沒有帶套的感覺 哇 真的不錯耶 這個沒有帶套的感覺果然就是不一樣 好 OK 我也很期待它打亮機的樣子 我也很期待它在你工作室的樣子是怎麼樣 那麼我就來說一下這支M1 Mac mini的規格吧 首先它採用的處理器當然就是蘋果因以為傲的M1 也沒有獨顯 顯示器能都由M1所包辦 記憶體則有8與16GB可以選 嗯 不像Intel版那樣可以給你加到64GB了 不過儲存空間就可以增加到2TB了 只是這些都沒辦法去做升級 清理在買之前就先決定好 那麼Type-C Thunderbolt 3這孔也從Intel的4格降為2格了 對 也不是最新的Thunderbolt 4 而且還不能外接顯卡 這些都是這顆AM1的M1晶片硬體限制 再來以太網路孔是1Gb的 也不像Intel版能加錢升級是10Gb 不過Wi-Fi 6是有支援的 重量也比Intel版輕了些只有1.2公斤 只是顏色呢 就不是Intel版的太空灰了 而是蘋果經典的銀色 那麼我這次選了16GB的記憶體與256GB的儲存空間 畢竟我不會放太多檔案進去 也希望工作時盡可能的比喻到瓶頸 至於實際效能如何 就等我之後的心得吧 欸 其實我得說 我今天其實是 我希望我自己啦 是以一個PC硬體玩家的身份來看這項硬體這樣子 因為當然網路上有很多消息說這台的M1有多猛嘛 嗯 但是我希望說我自己可以 有一個硬體的身份的玩家來體驗看看 就先不要先弱為主的觀念這樣子 來看看說這一代他到底表現如何 那你目前以他的了解 你對他有什麼看法 我目前大概他讓我最印象深刻有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他對於創作者這一塊 在剪輯這塊非常強嘛 就Armjago的一個晶片 然後在剪輯上面卻可以達到可能 桌機平台上i9之類的那種效能的那種感覺 對我是覺得有點誇張耶 到底有沒有那麼強 因為YouTube上面真的一堆拿M1去剪片的影片 對啊所以這個是我今天作為一個創作者成本 我非常想了解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提到是Arm加過嘛 所以在Tapio平台之間的這個轉換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的順暢 是羅賽塔2嗎 對羅賽塔2 對啊 這個東西他為什麼可以做成這樣 我覺得很神奇一點 然後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之後也會將這台J給還一陣子 所以到時候他會怎麼樣去拍這部影片呢 就敬你期待啦 那麼應該有很多觀眾會問說 為什麼我這次沒有來找晶 我當兵嘛 對 本來我去找他的 但是他跟我說他要過去安賴了 男人必經入城 想當初去年這個時候我也在軍營裡面耶 而且是剛入圍 然後我是前年 對我們就是輪流進去擋的 其實晶還蠻幸運的 因為晶他在過年前進去 喔有省掉那個 那剛好疫情那五天就賺到一個禮拜 在當兵的時候 賺到那五天真的是會爽到飛起來 等於一個禮拜啊都要超爽 早半天都已經 啊 嘿嘿嘿 好啦 那這個應該開得差不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相機面有什麼東西好了 這裡面不意外的話 除了說明書之外 就是信仰貼紙了吧 裡面就是有介紹他的一些接孔 然後介面那些的 對他這次跑的系統就是 MacOS 11了 也就是Big Sur 哇 他真是附的 好大 哇有M1的加持喔 而且有點銀色的感覺 跟我之前收到的iPhone都不一樣 完了我覺得我快介紹完了 剩下這個而已了 不會吧 真的是給線這樣而已喔 只是給一個電源線 其他配件就沒了 哇這個比iPhone還省了吧我覺得 超環保的啊 那照蘋果這個尿性可能 真的就是空盒了 真的是有線而已 好猛喔 你HDMI線都要自己買 欸對啊 他沒有附HDMI耶 哇那開箱完了耶 那你是不是可以走了 超快的 30分鐘而已 我是沒有想到真的會那麼簡潔啦 是有聽說 不是有聽說 是這次的iPhone本來就有砍掉一些東西了 只是 那其實啦 各位看這個機孔那麼少對不對 其實我也是有備而來的 剛剛有提到我該思考的 怎麼去接它 那麼 我其實已經有買一個東西了 嗯 就是傳說中的擴充槽啦 偷偷被沒說這個東西不好秀 是真的不便宜啦 而且這個是有在蘋果官網上面賣的 所以我是在蝦皮上面 以二手價去買來的 不然它的那個價錢真的是 我覺得上次波子真的是還蠻不錯的啊 就一條線就可以擴充出說 你需要的插槽 真的很方便啊 來人專用的 不過當然前提是你預算要夠了 Thunderbolt的東西都很貴 還沒幹練的觀眾 看一下這邊的接孔出量就知道了 光是這一小小的東西 它的接孔不曉就是Mac mini的幾倍了 除了有一個儀態網路孔之外 這邊有電源輸入 還有Display Port 而且還是有光纖輸出的喔 再來除了一個10KF的USB之外 它還給你一個Thunderbolt的輸出 再來除了四個全尺寸USB之外 我們轉到正面來 再給你一個 Type-C也另外再給你一個了 而且它的耳機孔 就不是像Mac mini那樣結合起來 它是分開來的 這個就可以專門接麥克風用了 而且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SD卡 所以到時候我應該就是Mac mini放桌上 然後這卡就放旁邊了 欸然後我覺得這個擴充槽 它正面那邊有那個SD卡真的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啦 對於我們這種 開完東西就一定要先插上去的 就不用再買什麼多卡機了 啊啊對對對 好啦 這下應該真的介紹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把原本的電腦關下來 就轉這個上去吧 好雖然一定是開得起來啦 不像我們每次組電腦都擔心能不能開擠 就按下去吧 哇 哇 拍機沒聲音耶 主機本身沒什麼風扇的聲音耶 把這給關掉之後 應該就是全螢幕的畫面了 水啦 天啊好美喔 看到沒有 這就是32比9的Mac 而且這種初始畫面對你來說 應該也是第一次吧 對啊 相比於看到Windows的設定畫面 應該不知道幾百次了 而且很有質感 真的那個字好看 喔有了有了 進來 傳說中的 Bixer桌面 哇塞你上面左上右上的這個 超級遠的啊 我知道怎麼看啦 所以大時候我以為像之前那樣啦 就是分成兩個螢幕 只是我現在只接一條線 沒有辦法這麼做 看解析度哪邊 調到這裡 欸可以上到120耶 喔 順啦 各位現在應該也看見 Soundboard 3的魅力了吧 一條線 除了那些USB之外 連5K 120Hz都幫你準備好了 總之 這一次的Mac mini開箱過程 差不多就到這邊啦 各位去等我的新的部分喔 那我在後來幾個禮拜後 我會將這台電腦南下交給花人來使用 剛剛其實已經有稍微討論一下該怎麼拍了 否則各位就敬你期待啦 結果開箱部分你只有一下子而已 那就目前我這樣子開箱 然後稍微主動起來 你有哪一些心得呢 其實我剛剛認真就是從 跟你一起體驗這個開箱嘛 我覺得他讓我想到我阿嬤 好 你繼續想 我們再講更話 他反正都把你打理到好 喔喔喔喔 我說這是一個意象啦 你從打開之後 到一直體驗到你安裝到 順利這樣子 其實整個過程中我們甚至可能不到一小時 就已經把它全部解決完了 喔喔喔喔 其實我覺得這是蘋果 產品厲害之處啦 但是我覺得對於PC硬體 玩家來說 我們當然是不會這麼容易滿足 這只是你產品提供的一部分 我希望你在接下來的性能上面 能夠也提供給我們 同樣驚人的這個產品效能表現 這是我很期待的 而且我們像這種主PC的 還是享受一種自己DIY的過程啦 對啊 因為什麼東西都不能擴充 所以是少了一點樂趣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開箱 然後接上電腦 然後就開機了 好像也沒有什麼成就感在裡面 一切都太過為簡單 就跟手機一樣這樣子 開起來就可以用了 那種感覺 好啦 總結就這樣啦 OK 掰掰 好啦 再用了一個禮拜後 我也總上寫出了一堆心得 要來向大家還債一下了 首先我們先不論從Windows 改用到MacOS這回事 光是桌面空間突然多上一大堆 就讓我有種微妙的不習慣感了 以為我開燈要繞到機殼後面去按 衛生紙要在看不到的情況下忙抽的 現在一眼就能看見這些了 還可以多放其他東西上去 用滑鼠也不會動不動去撞到機殼 舒服 至於我這樣的擺設 各位覺得如何呢? 這樣與Thunderbolt 扣中槽的搭配 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Mac mini 配置了 除了接頭數量有一般桌機的標準 想外接螢幕 SD 卡與Type-C 裝置都沒問題之外 平常放在桌上 看起來也不會凌亂 這一切還只需要一條Thunderbolt 線就能達成 果然這東西貴有它貴的道理啊 好 視覺上滿足了 但還有一個我在多年的桌機生活下來 從未感受過的感官體驗 那就是... 它完全沒有任何聲音 其實它本身是有內建風扇的 不過在使用它的這幾天下來 我從來沒聽過它發出的聲音 像比我放在底下的NAS 嗎? 嗯 本來沒什麼察覺的 換到M1 Mac mini 之後 真的完整凸顯出它的風扇與硬碟聲了 好啦 該來說說內在部分了 首先還是從這個平時幾乎碰不到的 Mac OS 開始吧 這台 Mac mini 搭載了 Mac OS 11 Big Sur 對我來說更以往最大的改變 就在於這全新設計的圖標了 其實說穿了就是像 iOS 那樣 統一用圓角方形的樣式了啦 所以現在也有許多第三方 Mac 程式 將 Logo 設計成這樣式了 不過由於它不像 iOS 那樣 規定每個 App 都得這麼做 所以這次那些採用自己形狀的 App 在這群和諧的圓角方形裡面就十分突兀了 那麼強迫症如我呢? 就會將這種 App 從底下這排 Dark 移除掉 想打開就按程式機去開吧 不過我還是很喜歡 Mac OS 那硬式比 Windows 還精緻的感覺 比起 Win10 的簡單粗暴 這幾天用這台下來實在有種視覺上的愉悅感 但這次就有個 Windows 做得更好 甚至用這台 Mac mini 10 我覺得滿致命的點了 那就是介面的縮放 Mac OS 雖然漂亮 但各位是否覺得這介面與字體感覺不怎麼精細呢? 不是因為我螢幕解析度太低 好歹我這也是台 1440p 的螢幕 只是... 整個介面是非常小的啊 在 Win10 內你還可以設定選擇介面縮放程度 讓視覺上更舒適清楚些 而在 Mac OS 呢 雖然也有類似選項 但... 必非所有螢幕都能看到 你必須要是 Retina 螢幕的 Macbook 或是某些 4K 螢幕才能使用縮放 雖然啦 網路上是有這麼一個工具 能強制讓系統開啟收放的選項 但是 M1 目前是不能用的啊 雖然想拿 M1 Mac 搭配高級激度螢幕的各位 真的還是先做一下功課 查個資料比較好 雖然這機面對我來說也沒有小到難以使用 但實在有點愧對這漂亮的 Mac OS 啊 好啦 雖然 Mac OS 有很多不錯的地方 不過面對廣大的使用者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覺得它完美 所以在這裡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阿哲是怎麼將 Mac OS 調教成自己喜歡的樣子吧 首先使用這台電腦 當然也免不了拿它來各種打稿 因為我這把鍵盤 沒辦法直接按下 Home 跟 End 鍵 所以在 Windows 上 我都有透過軟體重新編成按鍵 那麼在 Mac OS 上 但 Mac OS 會直接把我跳到整個頁面的最前面 這... 超級困擾的啊 不過這個在網路上也有對應的解法 找這系統資料夾內新增一些檔案後 這兩個按鍵也就是 Windows 那樣的邏輯了 參考的網址在影片下方 也可以正在用 Mac OS 的觀眾參考一下囉 那麼說到打字 也來說一下 Mac OS 的注意音輸入法吧 雖然跟 Windows 比起來 Mac OS 在選擇上面真的聰明很多 但還是有個惱人的點 那就是它只會打出全形的英文、數字與符號 雖然說某些符號 比如豆點跟括號 在中文字裡面用全形表示 確實才比較妥當 只是英文跟數字就真的比較少人在打全形的了 某些程式或網頁甚至沒辦法接受 這個時候就只能切換到英文輸入法去打半形了 雖然啦 網路上有個第三方輸入法可以解決這問題 但... 它目前是沒有選擇學習功能的 造成我需要一直更正學字很麻煩 需要 Mac OS 以後有個對我來說完美的輸入法呢 再來畢竟是 Mac mini 所以我平常都是以網路線去連接 Nets 跟外網的 跟桌機一樣 只是不知道蘋果在想什麼 上面的狀態列能顯示 Wi-Fi 無線網路的圖標 但卻沒有以太網路線的圖標 也就是說我不能一眼得知目前的連線狀況 這個時候又要拿第三方軟體作為替代方案了 嗯 這樣才像話嘛 另外我平常也有開直播的需要嘛 但當我裝好 OBS 這個直播軟體後才發現 它沒辦法像 Windows 那樣擷取電腦所發出的聲音 爬入網路上的文 也終於找到這款可以讓 OBS 獨到電腦聲音 而且也支援 M1 晶片的 App 了 我同樣會放在影片底下給大家參考 那麼我使用過 Mac OS 的各位 應該照它解除安裝程式的方式 通常只需要將它丟進垃圾桶就好了 雖然這點是做得比 Windows 方便直覺啦 但... 會有那種即使你將它丟到垃圾桶 還是會殘留一些痕跡的蟑螂程式 一定得進系統去刪才有辦法根除 對 雷蛇 我就是在說你 而且還是得抱怨一下雷蛇對於 Mac OS 的開發積極程度啦 除了控制軟體 Synapse 才在舊版之外 在 Mac OS Big Sur 也根本不能正常運行自訂我的滑鼠 要不是我這滑鼠可以先在 Windows 裡將設定檔寫入記憶體 我就真的不能自訂那些我常用的快速鍵了 好啦 以上是我針對 Mac OS 的一些想法 那麼這個 M1 晶片 以我的使用狀況而言又能帶來哪些感受呢? 首先大家應該很好奇 現在 M1 對於各種 App 的相容性到底是如何? 其實... 已經很不錯了 除了某些主流軟體 比如 Chrome、 Telegram 都已經用 ARM 的版本可以滿顯於運行之外 大部分還在 X86 架構的 App 經過 Rosetta 2 轉譯後 運作上也沒問題 雖然還是有少數無法運行的例外就是了 只能說 Rosetta 2 並非萬靈單啊 另外一定有人在關心它究竟能不能運行 Windows 呢? 嗯 當然是可以的 雖然沒辦法透過 Bootcamp 直接開機進入 不過還是拿來抓 Parallels Desktop 以及 Windows 10 的 ARM 版本 去做到無需 Rosetta 轉移的 Windows 體驗 不過這畢竟依舊是模擬器 所以在效能上還是不及 Mac OS 的 只是它就可以用上 Mac OS 沒有 的介面說放了 這個時候看起來真的會比不能說放的 Mac OS 舒服些 唉... 此外不得不說這款 Parallels 模擬器在易用性與整合度上真的做得很棒 一開始不用做額外設定就真的幫我裝好 Windows 裡面許多資料夾也都能直接共用 還能直接以 Mac OS 的邏輯使用 Command 的快速鍵 融合模式也能將 Windows 的視窗融合在 Mac OS 介面中 嗯...這些在 ARM 版本都還是可以順利操作 有時候要跑一些 Windows 獨有的程式還是蠻方便的 喔對,而且程式降落性也是不錯的 而且不用了,MOS 可以直接安裝 iPhone、 iPad 程式的喔 只要透過工具,連接裝置並登入帳號 就可以導出安裝檔並裝在電腦上了 不過老實講,我幾乎沒再用到這類的 App 除了我不怎麼玩手機遊戲之外 其他類型的 App 通常也都有電腦版或網頁版 至於顯示方式 有些資源的程式是能開啟全螢幕的 啊...這個時候如果資源收放的話就好了 而那些不正的全螢幕的程式 就會以 iPhone 或 iPad 比例的小視窗顯示著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收放的關係 這個解析度看起來也不太好就是了 至於 M1 的遊戲表現如何 我這裡是沒測試過那種大型的 3D 遊戲啦 不過像這種小遊戲 2K 全螢幕順跑絕對是沒問題的 還可以順便接兩個攝影機開個直播 那麼應該有些人也知道 其實我所使用的 Adobe Premiere Pro 剪片軟體 也已經有專為 ARM 設計的測試版了 而先前的幾部影片其實就是用它剪出來的 嘛,操作上確實是比 X86 正式版還更順一點點 當然還是比不上我那台 i9 加 2070s 桌機 只不過剪輯 1080p 60fps 影片還是沒任何問題的 不要說這個了 前幾天我去拿這台 M1 Mac Mini 輸出三個畫面 邊開直播邊剪片的 雖然此時 CPU 幾乎都保持快滿載的狀態 不過還是沒看到它超越 65 度C 過 而且這時還是聽不到風聲聲 剪片過程也十分順暢 不愧是無奈米的 ARM 處理器啊 不過回到 Premiere 本身 雖然剪幾片來看似還算理想 但除了測試版居然不準 MP3 與 PSD 檔之外 不知道是 M1 的問題還是怎樣 無論測試版還是正式版 在與 Windows 設定同樣的位元率之下 輸出的影片畫質還是低非常多 隨機看檔案資訊 位元率也只有原本設定的一半 先前那部 Razerbook 影片就是因為上片後才發現畫質非常差 才緊急下架重傳的 在解法之後將位元率設定成更高了 此外 測試版的音訊編碼在預設設定下 輸出的音質也是特別差的 要更改這裡的設定才能解決 沒想到只是一個剪片軟體還要讓我 debug 個半天 心累啊 此外雖然 M1 看似滿強大 但事實上還是有許多硬體上的限制 除了還不支援 Thunderbolt 外接顯卡之外 它原設是不支援超過兩個螢幕以上輸出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 M1 Macbook 它硬體上就只能支援一個外接螢幕 不過也不用太擔心 其實它還是能透過軟體模擬的方式去輸出第三個螢幕 剛給大家看到的 iPad 的螢幕就是用這樣的做法 但也要注意這種方式就不像硬體輸出那樣 支援太高的解析度與更新率了 此外我剛有給大家示範那個 Mac 按鍵變成軟體嘛 但它目前對於 M1 的支援度也是不好的 安裝之後即使有正常的重開機 開好我還是有顯示這個因為剛剛發生問題而重開機的訊息 再來我這次買的是 16GB 記憶體版本嘛 這樣觀察下來記憶體佔用率其實一直都是超過 50% 也就是 8GB 以上的 但這當然不能代表 8GB 版本就一定不夠用 畢竟系統是會自己分配的嘛 只是假如各位有剪片等較大型工作需求 還是建議時尚 16GB 才能獲得更好的體驗囉 再來我們做個效能比較吧 這裡我會建立四個測試組 一個是原生 ARM 的表現 一個是從 x86 架構轉移過來 一個是我的桌機 一個是現在價格普遍與 M1 差不多 搭載 i7-1065G7 16GB RAM 的筆電 首先就從 Handbrake 這個適中 CPU 的轉檔軟體開始 等等測的這幾款都已經有做出 ARM 的版本 好讓大家比較一下 經由 Rosetta 2 轉移之後 大概會有多大程度的效能減損 那麼各位也看到了 以這軟體而言 這個轉移後的表現差距還真不止有一點點而已 減損程度達到了 42% 雖然即使再快 當然還是比不上桌上型的 i9 啦 不過看看我這台筆電... 好吧 就快 Intel 不蒸氣了 至於 GPU 顯示性能部分 我這裡是拿 Geekbench 5 的 OpenCL 跑分來比較 這個時候轉移的減損就沒差很多了 只有 13% 但還是超越我的筆電內顯 桌機的 2070 Super顯卡跟這個不再同一檔次 我就不說什麼了 M1 這分數大概就是幾年前的中階讀顯等級 但以內顯來講就是很不錯的成績了 而最後就是 Premiere Pro 的繪出測試了 跑一個 4K 60fps 的影片 轉移的減損大概為 25% 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這次跟桌機的繪出速度就沒相差那麼多了 對於平常為了剪片而升級電腦的我來說 只可以開始有種受到蘋果威脅的感覺了呢 總之以上 就是我與這台 M1 Mac Mini 的一個禮拜心得啦 身為一款全新世代的產物 遇到一些不如從前的相容性與體驗 我覺得在意料之內 但在使用的這段期間 真的也能看出蘋果在這產品上 十足的信心與決心 畢竟輕易反而動全身 更改整個軟液體架構 絕對是個浩大且極具風險的工程 有那麼多前任的失敗收藏案例 蘋果之所以有扭轉局局的機會 除了高著自身的影響力 也一定要有自行研發設計 找代工的能力 換句話說 就是要有錢啦 不過回歸一開始的問題 M1 是否真有那麼厲害 嗯 是真的蠻厲害 不過也沒有到無敵的程度 除了相容度與擴充性 上有改進空間之外 還是有許多得以超越它的CPU 更不用說顯卡了 不過 欸 那些比它強的處理器 更限開有多大的功耗跟發熱量 能像M1提升的那麼小的機身 還能控制住熱度 整個數據也壓在十分有競爭力的等級 未來蘋果的ARM發展 我覺得真的有無限可能 那麼以目前來講 我會推薦蘋果的M1 給那些比較沒有遊戲或大型工作需求 也不需要後天的擴充性 但想順暢 安靜地完成每天所有的使用情境 又喜歡蘋果一體化生態圈的各位 而這樣的電腦 到了還那種享受與自主DIY 又還沒見識過M1的玩家手上 究竟會產生出怎麼樣的企劃呢? 各位之後就來看看我們在後來工作室 為什麼要玩這些電腦吧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辛苦不見 我們下次見